记者前立中台北报道,今年2月开始,台北车站周遭陆续传出有民众遭遇扒手,被偷走手机、皮夹等财务,台北市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,发现有三名蒙古籍切贤和组扒手集团所定落单女子,利用把风级互相掩护,不小心碰撞被害人的方式,窃取被害人财务。 手法犹如电影《决胜焦点》剧情中,爬售集团申东及西趁机爬走财务般熟练,三人落网后已被一切盗罪法办。 今年2月初,台北市中镇第一警分局辖内,陆续发生多起手机、皮夹遭爬卸案件,警方成立专案小组,调阅事发现场附近监视器画面,锁定三名蒙古籍嫌犯设有众嫌。 2月6日,三行再次现身北市南阳街许昌接口犯案,立即被埋伏的警方逮货。 警方指出,这批蒙古籍妾盗集团是于2月1日持观光签证入境。 该集团自以为刑切舍法,天衣无缝,却不知犯案过程早已被监视器录下,三人被宰获时,现场供查或手机四支。 警察该集团入境后已至少放下十一期窃案,全案扩大侦办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